Y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谢谢你们花你们几分钟的时间来点入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的主题就是 如果你生病了,还应不应该上健身房锻炼 还有就是应该怎么去锻炼 YO!大家好!我是Liam 欢迎收看今天初学者宝典第六集的影片 而今天的影片就来说一说 如果有一天你生病了 你还应不应该上健身房锻炼 然后你应该怎么去调整你的训练 那在影片的开始之前呢 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请到下方去订阅 然后别忘了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那今天如果你生病了 你还能不能去健身房锻炼 普通人就大部分的人会告诉你 多休息,留在家里 不要出门,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 对,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我也不能说这是完全100%正确的答案 所以我会根据一个定律来判断你是否能上健身房锻炼 而这个定律呢 我自己把这个定律叫做颈上和颈以下的定律 就是说如果你的病症你的病痛是从颈以上的部位来的 比如说你感冒,咳嗽,有点小小的发烧,或者有点喉咙不舒服的话呢 这一些病症 如果你有这些病症的话 你是可以继续上健身房去锻炼 但是呢,有一个例外 就是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或者有发高烧的情况呢 我是不建议你们去健身房锻炼 你们应该都在家里多休息 让你的身体好起来 因为呢,头痛,头晕,发高烧这种病症是很危险 如果你不听你身体给你的信号 你依旧去健身房锻炼的话呢 你的结果就是你会晕倒在健身房 视频被别人拍下来 然后你就红遍了全世界 那,另一方面 如果你的病症是从颈部以下来的呢 你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不能上健身房锻炼 你需要在家休息 如果你有胸口疼痛 肚子痛,泻肚子 或者肌肉关节酸痛的情况呢 我是不建议你们去健身房锻炼 因为这是你身体给你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信号 如果你还继续的无视这些信号 继续到健身房锻炼的话呢 你只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糟糕 然后你也有可能倒下 你也有可能垮掉 然后你就有一段时间 真的是困难上健身房去健身了 那如果你的病症是从颈部以上来的 然后你也可以到健身房去锻炼的话呢 那要怎么去调整你的健身课表 怎么去调整你的训练的这个手法 所以你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就是减低你当天的负数 第二就是减低你当天的这个重量 所以如果你想要减低你的负数的话呢 打个比方你今天应该做四个动作 每个动作每次做三组 每组做八次 减低负数的话 你可以一把最后一个动作丢掉 不要做 二就是你在每一个动作上减掉一组 三就是你也可以 在每一组里面减掉一到两下的动作 如果你不想减低你当天做的这个负数的话呢 你可以调整你的你使用的这个重量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当天是要用二十公斤来做这个压磷握推的话 我会建议你减少二十到五十八仙的重量 所以你就是说你当天大概就用十到十五公斤的压磷来做你的压磷握推 那为什么在你生病的时候需要在你的健身课表上做一些调整呢 原因就在于生病对你身体来说是一种压力 因为它需要更多的这个能量去抵抗你的病痛 然后健身也算是一种压力 因为你的身体也是需要能量去让你的身体恢复 会让你自己变得更强 那如果这两种压力同时间出现在你的身体里 然后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个压力的话呢 你就会垮掉 你的身体就会垮掉 你最后只会把你的身体弄得越来越糟糕 你的健康也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们觉得这部影片很有帮助 能帮助到你的话呢 记得把这影片分享出去给其他人看 然后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有什么问题的话到下方去留言 或者你有什么建议给下一部影片的话 也可以到下方去留言 然后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呢 b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